比基尼上下穿過來穿 這樣穿起來效果不會整 痛 痛 超屌的 依依為大家解釋一下是怎麼穿的好不好 各位朋友你們好 我是黑男 我是依依 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一個非常特別的新發現 應該不算新發現 因為這個方法是從義大利傳過來的 大家先看一看依依身上的這一件比基尼 正常穿法 那就是3.4比基尼 目前這一件就是綁帶的 脖子白一個 背綁一個 讓大家知道 比基尼可以反著穿嗎 它就叫做 上下反著穿著穿法 下顛倒 會完全顛覆你的想像 變成密脫衣服 那我們現在開始請依依幫我們做 upside down的穿法 其實呢這個upside down的穿法呢 是非常近期的 去年一個義大利的迷我 Valentina 他就把比基尼上下穿過來穿 等於是整個顛倒180度的意思啦 這樣穿起來效果會怎樣 出乎意料 當然啦 比基尼的歷史啦 我們要追溯到1984年 由工程師發明的 感謝這個工程師 讓我們現在呢 可以大海單上也非常多養顏的比基尼可以看 慢慢的比基尼呢 也走入主流文化 現在呢大街上非常多的人 會用比基尼來做穿搭 超超超屌的 他整個山下360度顛倒了 第一位大家解釋一下是怎麼穿的好不好 就是 把原本綁在脖子後面的袋子 顛倒綁在背 然後把下面那一條呢 從前面交叉 再往後面綁一個結 會像平口式的比基尼 沒錯沒錯沒錯 那這樣子呢 你上半身脂肪的形狀呢 就會跟原本的比基尼 是完全不一樣的 這樣子的感覺呢 他的型態會比較自然一點 非常好看 我個人覺得 你可以把比基尼 穿出他另外一種風格 是增添了他的價值 那一般如果女生呢 比較沒有那麼大膽的話呢 如果要外出的話 可以加一件照片 也是非常好看 大家看一下 我們緊接著第二套 來 這個Gipbox比較運動性 然後他是長綁帶 光這一條綁帶呢 他就可以繞身體好幾圈 他擦兩圈 自由度很高的 然後這個穿出去啊 做瑜伽做運動 都非常適合的比基尼款式 對 那當然要去海邊玩 所以也非常適合 先給大家看一下 他正常的性態是這樣子 這兩條比較長 是 他真的是先繞過脖子 不用綁然後繞過之後 直接從肚子這樣子下來 然後再往後綁 正常是往後綁 但是我覺得 往旁邊綁也很好看 是會很綁在正中間 但是我覺得正中間 比較沒有那麼好看 了解 好 大家記得第一個型態 來 Offside Down 比基尼啊 一開始呢 其實是被禁止的 因為他的布料少 在1848年的時候 那時候政府還說 海灘 我們禁止穿比基尼 因為覺得太暴露了 但是呢 隨著有很多的明星 在海灘會穿比基尼 文化越來越開放 比基尼走向的主流市場 特別是夏天 你已經好了是不是 來 哇 上現在顛倒餐了 哇 很不一樣耶 要不要跟大家解釋一下 中間這個地方 它有點囊囊 對不對 你們有沒有發現最近 看到有人流行洋裝啊 但是中間也會有點囊囊 有 做了一種花瓣式的 對 有有 我覺得這樣子其實也有 很威美的感覺 很不一樣 然後它這個地方又有帶 但只要霧面 所以你可以放在後面 側邊 或是正面 可以用袋子去做變化 我有發現這一個它讓你的上半身脂肪更往上抬了一點 是不是因為你顛倒過來的時候 這兩條它比較短 它有上皮的感覺 對 你上下顛倒穿啊 對於你上半身脂肪的形狀會有非常大的差異 有些會讓你更自然的垂墜 有些會幫你拉緊 像這一件我就覺得它整個往上拉 但視覺上看起來有小一點 你不曉得為什麼 因為這個地方 袋子的部分原本它是在下五個地 所以這個比較厚 當它穿到上側的話 就會顯得這邊的面積很大 不然你就會被包在裡面 對 真必性就比較高啦 對 那我們請依第三套 大家這樣子看過之後呢 喜歡這個面穿還是反面穿 我自己很喜歡反面穿 非常感謝這一種upside down的發明家 來自義大利的超母 大家可以發問一下它的IG 它叫做Valentina Greiappa 應該是這樣講吧 那也很感謝我們比基尼的發明者 工程師 好 接下來 哇 這件是宜家福吧 前面還做了一個小叉叉 這一件好看 對 而且它其實很安全 所以它可以亂跳來動 對 它可以亂跳喔 而且它不會這樣跑來跑去 這是為什麼 因為通常比基尼是綁帶型的 因為我們綁太緊會痛 所以通常不會綁得太緊 那這個的話它是直接一件事 它不用綁 它是一體成型的 它不是自己綁的喔 我也覺得非常好 有後面一個大叉叉 那我現在就好奇了 這一件upside down會變成怎樣呢 來 請幫我們上下顛倒穿 那當然啊 比基尼的版身啊 也帶動了很多的行業發展 最影響最深的就是 你穿比基尼嘛 你當然也要去修你的比基尼線 比基尼的布料會比較少 你在你的下半身的部位的話 你如果沒有去做出毛 你穿比基尼 你的身體的毛髮露出來的時候 會比較沒有那麼的美觀 哇 這個我先講 這個是北半球直接變南半球 這個型態也是最像 我們一開始發明比基尼它的用意 跟大家解釋一下 所以這件的電腦我穿得非常的簡單 不會像綁帶絲這麼繁散 因為綁帶絲你要去想要怎麼繞怎麼繞 但它這個的話 因為它是一體成型的 所以你只要把它電腦過來 然後穿上去 就變平孔 這個解很巧妙 然後而且它後面也很漂亮 你看它後面 後面變成兩個叉叉 裝叉 這兩條原本吃在現代的地方 現在飛在這邊也是很自然 謝謝依依幫我們示範了三款upside down 近年來比較流行的風格 相信應該有一些朋友還沒有看過 跟大家做分享 那記得訂閱依依的頻道 依不捨 大家喜歡哪一套呢 下面留言告訴我們 謝謝大家 掰掰 多多多忙 我也想不想把它們推測 在這邊 findet下廊 更多 也會看到 咖啡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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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